日本学者小丽媛欣幸日前预测民进党能够拿下五席县市首长 不过日本的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认为 小丽媛欣幸应该是受到泛然媒体影响 他认为民进党的选举结果应该是坐四望十二 同时他也看好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 认为陈时中如果连第二名都拿不到 那全球的政治学教科书都要重写了 石板明夫认为民进党这次的选举结果应该是坐四望十二 民进党最终大概能赢八个县市 分别是高雄市 台南市 屏东市跟嘉义县获胜 而在台北市 桃园市 基隆市 新竹市 苗栗县 南投县 彭湖县 宜兰县都有胜选机会 东南区院政治中心在台北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都是在宁静的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付近代的乐器 fades太 aer 近代的ню领 击金 郤